香葱能精彩来变豆 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鲜 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 买了亚里香醉我耍了好酒菜 史家胡同服务馆里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展馆 一个外国人收集了六七十种老北京的声音 这些声音可以带着我们穿越回记忆里的旧时光 非常简单 它就是老北京的油商文化 满药的什么的 指定是卖药的 对 鸽子螺 现在盲人摸那个时候是盲人算命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响器 我叫秦思源 我妈妈是中国人 我父亲是英国人 我是生音艺术家 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二十七年了 阿姨你好 叔叔你好 从外边我以为是阿姨呢 我能不能录一下您 修衣服的那个声 可以吗 17年我开始做什么工作 就是记录那些正在消失 跟外国也不一样 跟其他的 就是东方的国家也不一样 哪怕的跟中国其他的城市都不一样 非常独特 可是它在消失 现在不就是新北京 不是老北京 它只有一个有一些建筑物是属于老北京的 可是它的内容是属于新北京 不是老北京 那那些老北京的内容可能在公园里边 那北京最有代表性的声音就是歌哨 可是现在几乎听不到歌哨 我最近收的一个声音是中国楼的那个中国楼 那真是明朝的中国楼 二十年以后就没有再报时 用中国楼来报时 如果还原老北京的这个老的老北京的声音的话 你没有一个中国楼的声音 那怎么行了 是吧 它一天有多少个小时 一直中国楼在发声 是吧 继史家胡同博物馆里的小小展史之后 秦思源又在通通送装 策划了一个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的声音艺术博物馆 希望借此让更多人了解声音艺术的魅力 我现在记录这些声音不仅能够让我们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关系 它还能成为一个未来的一个文明的一个博物馆